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四十八集 诗音宗一 一路上地面处处可见树杖的深坑 这些深坑内充满雨水 浑浊不堪 更有一些古怪的蛇状生物 时而从坑内跃起 冲亡林露出猙獰的毒口 除此之外 四周的建筑坍塌更是异常严重 触目望去 几乎看不到高度超过三丈的断壁 杂草丛生中 地面也出现了一些淤泥的沼泽 这淤泥中也有一些奇异的生物 亡林就有一次被这种生物突然袭击 从那之后 他对这里的警惕心更重 尽管已经走出极远 但阴寒之气品质上升却不多 到现在为止 始终没超过上家 达到陈寅 在第五天深夜 王林走出了沼泽 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处庞大的建筑群 这些建筑群尽管全部坍塌 但仍能看出一些无数年前繁华的景象 在其中最显眼的 则是正中间一个直径约三百多丈 深度近三十多丈的巨坑 这巨坑非常古怪 按照道理来说 其内部应该充满雨水才对 可这巨坑内却没有任何的液体 王林走近一看 尽管夜色朦胧 四周阴寒之气影响视觉 但他仍然隐约看到坑底有无数蜂窝一般的洞穴 在王林来到坑边 探头一望的瞬间 飘在半空的两个光球 突然迸射出从未有过的红光 并且迅速融合在一起由二变三 这表示死地阴寒之气达到了陈阴品质 王林目光闪动 没有急于立刻跳入旗内 而是绕着巨坑的边缘走了一圈 他行走间一直盯着三个光球 发现正对面的位置 三个光球又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两个 王林明白引发基因品质提高的重点 是这深坑 王林摸了摸下巴 抽搐一二 还是没立刻跳下测试 而是盘膝坐地 静等天亮 没过多久 天色渐亮 在阴寒之气消散的瞬间 王林立刻站起 跳了进去 在落入坑底的一刹那 绿色小剑一闪现出现 散发出森森寒芒 王林抬头看了看天空 按道理来说呀 死地这么深 无数年来定然会存满雨水 王林眼睛微眯 目光所及 正是坑内地面 密密麻麻的蜂窝洞穴 虽然不知道这密集的洞穴内 到底有多深 但显然呢 雨水全部流入其中 王林蹲下身子 摸了摸蜂窝洞穴外的地面 略感潮湿 内心更加确定自己的分析 又在四周仔细地观察一番 发现并无危险后 他盘膝坐地 等待夜晚降临 日落 黑夜笼罩大地 阴暗如洪水淹没废墟 各种鸟兽纷纷奔走行李 不愿夜晚在此地滞留 王林面前的光球 红光一点点增强 最后由一变二 又由二变三 普通四品 六品 八品 十品 上加一品 三品 六品 十品 突破进入沉淫 此时啊 午夜紫时尚未来临 阴寒之气品质 已然达到沉淫一品 王林目录惊喜之色 神石散发观察坑内 渐渐地 他发现了奇异之处 此地阴寒之气品质上升 与地面上蜂窝洞穴 有莫大的关系 只见一丝丝阴寒之气从地面洞穴内散出 飞快地与四周融合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三个光球鸿芒再次闪烁 达到沉淫二品 最终在午夜紫时来临之际 达到了沉淫五品 王林不再犹豫 立刻按照特定的呼吸方式 吐纳阴寒之气 随着一丝丝阴寒气息凝聚胸口 气海穴 王林发现了高品质的不同 胸口内的阴寒气流 其精纯度超越之前数十倍 质变可以引起亮面 这也表示 他之前花上数十倍时间吸纳的阴寒气 现在只需要一倍的时间 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很快 在他的胸口气海穴内 阴寒气息形成一个漩涡 这漩涡越转越快 上次丹田穴的异变 再次出现 方圆百丈之内的阴寒之气 立刻波动 涌向王林 随着气海穴漩涡越来越大 他吸收的速度与范围也越来越疯狂 不但一会儿就超过了上次的极限 达到了一千丈的距离 范围还在继续扩大 一千二百丈 一千四百丈 一千五百丈 方圆十里之内 阴寒永动 如有鬼神生物在暗处推纵般 疯狂地涌入巨坑 被王林吞噬 随着气海穴上 银寒漩涡不断扩大 王林渐渐感觉控制不住了 他立即把握好分寸 全力冲击气海穴 冲翘 开始 银寒漩涡如一把旋转的尖锥 一次次的想要刺破气海穴 慢慢的 气海穴有了开启的迹象 这迹象越来越重 如果把冲击气海穴啊 比喻成敲碎一个坚韧的墙壁 那么 现在这个墙壁已经是裂缝处处 处于崩溃的边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过了一个时辰后啊 气海穴所在位置不堪重负 轰的一声彻底坍塌 崩溃掉 大量的人体潜力从气海穴内 如火山爆发般喷出 迅速与吐纳而来的阴寒之气融合 形成一丝丝品质极高的阴寒之力 此时啊 丹田内 王林自身的灵力 也立即不安的颤动起来 不受控制的冲出 趁着现在新形成的阴寒灵力尚未势大 飞快的一拥而上 展开了吞噬 每当一丝阴寒之力形成 便立刻被王林的灵力吞掉 壮大着自己 渐渐的 随着王林灵力吞噬越来越多 他的阴寒灵力品质再次提高 变得更加锋利起来 一个如星云般的景物 出现在弃海穴位置 他缓缓地转动 一股股狼汪汪的灵力 慢慢地向外扩散 王林感受着体内 这变得极为陌生的灵力 他目光闪动 轻轻点在一旁石块 瞬息间呢 蓝光一闪 石块变成了冰雕 散发出一丝丝阴寒之气 王林深吸口气 立刻在冰雕石块上踢出一脚 石块咔咔声中啊 碎裂成无数块 王林仔细一看啊 顿时倒吸口气 他震惊地发现了 石块的内部结构居然全部改变 这哪里还有半点石块的结构啊 分明从里到外 都是碎裂出无数细小纹路的冰层 也就是说呀 刚才他一点之下 体内灵力不仅仅是冰冻了石块 更是改变了其内部结构 把一个石块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冰石 王林并不知道 他的灵力在一系列的吞噬与融合之中 已经产生了一丝 诡异的变化 这种变化 即便是司徒难苏醒 也会一头雾水 摸不清头绪 在上古神话时期啊 除了修为的境界划分之外 还有一种关于灵力的境界 灵力分为三个神秘境界 分别是 吉 道 史 这三个境界 并非彼此夸度 而是一旦形成 终生不会改变 除非散功 重新修炼 而进入这三个境界的难度啊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但大多都是机缘巧合之下 无意中达到的 在上古神话时期啊 这三个境界中稍微有些修炼经验的人 都不会选择寂静 因为极静虽然攻击力高 但缺点太多 最致命的一个呀 就是万物之终极 从此之后 灵力属性上只能走极端的路线 无法与任何属性兼容 而这一点 正是日后突破原因 进入化神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化神期需要与天地融合 形成循环 而不是走极端路线 尽管如此 但极静的好处也是很多 可以说极静的灵力属性 同级修为中 无人可以抵抗 一旦修为最终达到原因后期 虽然没有进入化神期的可能 但却可以坐到化神期下至尊一人 稳坐第一高手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 随着修为的提高 极静灵力的强者 甚至不需要任何法宝 因为它的灵力 就已经是同等修为中 最强大的法宝 至于道境界 则是所有修炼者梦寐以求的境界 传说中 只要灵力属性 最终迈入此境界 那么迈入化神期 指日可见 正是因为这一点 道境成为了上古时期 修炼者们最大的追求以及梦想 至于始境界 如果把极静比喻成死 那么始境就是生 它不是化神期以下修炼者 可以参透并且达到的 甚至对于化神期来说 始境也是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境界 三种灵力境界 都是虚无飘灭 甚至是上古神话时期破灭后 有关三种境界的传闻 也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的消散了 现在的修炼者 没有任何人会在意自己的灵力 他们在意的只是修为的境界 王林并不知道 他此时的灵力 因为多次的基因异变与吞噬 现在啊 已经在向极静发展 这一切的缘由 重点还是黄泉生俏诀这个办法 他实际上是少有的几个 可以修炼出极静的灵力功法之一 只不过啊 司徒南传授给王林的这个功法 与上古时期的黄泉生俏诀大为不同 这里面很多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破损不堪 大都是后人整理出来 似而非似罢了 至于王林的灵力摸到了极静的门槛 实际上最关键的原因呢 还是出现在了天逆珠子上 王林望着自己的指尖 目光闪动 就在这时啊 忽然他抬起头 身子轻轻一跃 从坑内飞出 目光所及 蓝皮肤怪人的身子 如同一道蓝色的闪电 迅速逼来 王林轻笑 对于这个怪人呢 他现在敌意已经不多了 眼看对方速度飞快 王林忍不住啊 想舒展一下手脚 于是二话不说 脚下一趟 把自身速度发挥到极致 脱兔般射出 二人之间的距离 急剧的拉近 蓝皮肤怪人 看到王林向自己冲来 且眼中蕴含战衣 顿时嘎嘎一笑 发现对方没有使用 绿色小剑后 目中同样涌现战衣 于是啊 忘记了来此的初衷 迅速停下 毫不犹豫撕下身上的 一张黄尺 瞬间 青色气流涌现体外 随着怪人张口 在这一刹那 怪人全身气势 漠然爆发 他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张开嘴 吐出几个怪异的发音 似在与王林说些什么 王林深知 怪人身上九张黄尺 极为古怪 之前受到灵气重伤 对方撕下一张 立刻痊愈 从那之后 王林对这黄尺 产生了浓郁的好奇 现在对方再次撕下黄尺 实力顿时增强一倍 王林二话不说 双手一挥 灵力流转全身 在这一刻呀 王林的气势 顿变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